我經常想電視機在做浪漫的事 或劇集在做浪漫的事 為何不能帶入現實生活 我想我小時候已經覺得好幸福 為何電視機女主角是這樣 我現在做的事是嘗試 令被求婚的女生擁有一刻 我要做女主角的感覺 現實生活和電視劇有分別 因為現實生活始終要兩個人經過很多磨合 例如我自己的家庭 為何我的父母那一代不流行求婚 但他們都可以一生一世 一來以前那一代不流行離婚 但我想是因為他們在吵架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都有理解到 可能對方的底線在哪裏 他們接受甚麼 喜歡甚麼 其實他們每一天的相處 其實是我們自己做子女的 是每一天看著 有時媽媽都投訴 你爸爸沒有求婚的 我們那一代不流行的 正因為媽媽幾十年後會說這件事 爸爸沒有求婚了 我就不想 如果有機會 可能我們的子女都會去聽同一番說話 又會覺得很可惜 原來都沒有一個故事聽 有時我經常都很想問 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被人求婚 我經常都會去八卦 你們的方法是怎樣的 但可能我問不到我爸媽 因為他們回答不了我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經歷 為何公公婆婆 他們盲婚也一嫁都是不流行的 但我想一來以前那一代 是因為他們有子女 他們有那個承諾 因為他們的承諾就是 有一個子女要照顧 但現在這一輩有很多人未必生小朋友 變成那個承諾是沒有那麼實在 因為沒有捆綁 我一張紙簽個紙 以前就說要跟父母交代 你要去名門證取 可能我要做很多事 去跟父母說 你給我一個女兒嫁 但現在不用 你們喜歡年輕一半 就自己簽個字 很容易 但我想這個文化不同了 所以這些都是影響我 我去決定 我覺得求婚有多重要的事 現在的男生在求婚方面 好像都沒有很著力去搞大他 或者可能著力去注重這部分 所以我就留意到 可以試試為女生這件事 我們怎樣可以去謀幸福 但這宗生意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大概三年多四年前 我們先推出一個網站 因為我們那一刻都不知如何入手 因為我們是要改變一些人的想法 一些模式 不是說我三年兩月去做到 我們嘗試推出一個網站 希望有人當他找求婚資訊的時候 就可以在一些搜尋程中搜尋到我們 誰知出了一個星期左右 已經有客人打電話來問了 其實這宗求婚也是比較特別 因為最後是男女主角都沒有出現 當一刻他會覺得 會不會原來這件事是不成功的呢 但我們那一刻又沒有放棄 所以我們下來 繼續營運這個網站 繼續有來來往往很多人問 我想回來隔了兩個星期 已經有第二宗生意 就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想那一刻的堅持也很重要 我們當發現現在香港 離婚率也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很想幫一群新人 他們怎樣由基礎開始 我們經常都會問客人 到底你們拍了多久拖 你夠不夠了解 當我們發現有這些情況 我們覺得其實他們都不太了解大家的時候 我們這些生意都不接 因為我們都留意到 可能在外國或現在年輕的一代 很多事情都是那個程序錯了 有些可能是我要先同居 甚至有些可能是已經有了寶寶 才可以結婚 其實他們的感情基礎可能不足夠 你為何要去求婚 是因為你想有那份誠意去娶對方 所以為何我們覺得求婚重要 就是他要經過那個心思熟慮 覺得這個女生是值得娶的 他才去求要嫁給他 我想其實在談那個階段的時候 很多客人都已經成為了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很樂意去分享他們當中的經歷 他們都會分享我們結婚也有很多爭吵 這些情況下我們就盡量以一個朋友的角色 跟他們分享一下 其實可能有哪些位置 可以試試遷就一下女生也好 或者可能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女生的想法 只有改變男生的想法 各的滿足感是一定有的 因為你怎樣可以令一個男生和女生 他只要發訊息感謝你 你已經覺得因為你在幫他一件事 可能客人經常會發訊息 幸好有你們 我個人也不知怎麼辦 當聽到這些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正在幫一件事 他經常說我女朋友都很開心 他會說這些話給他聽的時候 我們這些全部都會很珍惜這些訊息 最好的 感谢观看